第三十题当可逆反应达成平衡状态时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这是老师上课强调的重点 可逆反应达到平衡的时候正逆反应都仍然在进行之中 称为动态的平衡 而此时正反应速率会等于逆反应速率 所以第三十题问我们说 当可逆反应达成平衡状态时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诸正反应与逆反应的速率相等